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必碰规则讲座的第31讲 那我们讲到呢第17条直航船的行动 前面几张呢那个Coby出来的条文呢 相似有问题 好我们看呢第17条 这个直航船的行动 比呢让入船的条文呢复杂 那16条的条文呢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船只呢 应该要让入的 要及早明确的行动 至于谁应该让入 要在什么横跃追跃跟 迎守正欲里面的条文去判断 那对于直航船来讲呢 第17条第8项的第一款 当呢有一条船只要让入 keep out of the way 另外一条呢应该要保持航向航速 那这个条文呢 那这个条文呢是什么呢 当其中有一条船 ease 2是将要让入 或是有呢让入义务的船在让入的时候呢 另外一条船呢应该要保持它的航向航速 所以呢这个队呢 直航船来讲是一种义务 是一种束缚 但是呢第8项的第二款 又开了后门 这个后门怎么说的呢 后者也就是呢 本来应该保持航向航速的船只 可以采取行动 以避免碰撞 但是前提是什么 by her maneuver alone 他自行运转 来避免碰撞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直航船要采取行动来避碰的时候呢 你要彻底要到位 你不能说呢 我让一半 他让一半 那直航船要采取行动避碰 是什么呢 as soon as 当呢 他become apparent 当很明显的时候 对直航船很明显 怎么样 那个条船应该要让入的呢 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 以符合本规则的规定 那这个是讲呢 直航船自行采取行动 当让入船没有采取行动的时候 你可以采取行动 其实这个就是后门 前提是什么 你很确定 让入船怎么样 没有采取行动 你才可以采取行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呢 我们避碰的时候 高级班的动作 那在高级班的时候呢 因为是在近岸 船只众多 附近航行 险阻 甚多 大家没有办法 随时来个 右转30度 左转30度的 大动作操作 所以呢 本来怎么样 可能你在 狭窄水道里面向前走 前面左边呢 有一条船 横越航道 那两个行程交叉相遇 那这时候呢 眼看对方能过又不能过 好像有点碰撞危机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怎么样 向左边转一点 但是你的左转的角度呢 要足够 那前面我们也说过呢 有时候 差三度的航向的 转向 就已经足够 所以呢 对方显然没有采取 避碰的行动 因为我们在狭窄水道里面 向前走 那对方呢 决心要 横越航道 那如果他要 横越航道呢 就是不管 快还是慢 他就是要乘 90度 最短的时间通过 那这时候呢 对我们在狭窄水道里面 航行的船只呢 安全产生危险 这时候我们要 采取呢 减速 让他先通过 或者是稍微向左边 转向一点 那来呢 创造他 一个船身的安全距离 那这个是允许的 虽然跟避碰规则的 要求是不一样 但是前提是什么 那这要感谢我们的前辈 徐昌平船长 在我做三副时候讲的 让船的第一个原则 你一定要 对对方的意图 非常的清楚 要知道对方船只的动态 才可以采取什么 避碰的行动 那显然呢 对方船没有要让路 应该要让路的 他还在横越航道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什么 自行减速 或者是稍微呢 调整我们的航向 好 我们看呢 第十七条的B项 当呢 不论任何理由 这船只呢 需要保持航向航速 发现呢 他自己呢 已经太接近碰撞 没办法呢 利用 让路船的单独行动 以避免 他应该呢 采取这样的行动 可以呢 最好的去 避免碰撞 那老实讲呢 在近岸航行 也就是呢 零到四海里的 这个距离呢 发生碰撞危机 都是什么 进阶的情况 所以 在 在 狭窄水道 或者是呢 浅滩 附近呢 永远都是什么 第三阶段 因为呢 任何船只 都不能做 太大的动作 牵一法 而动全身 其中呢 也许不止 一两条船 在航行 也许呢 前后左右 都有船 这时候 你任何呢 的大动作 都造成 别的 碰撞危机 所以老实讲呢 在近岸港区 就是无政府状态 那大家呢 各自求生 自谋 深入 对别人呢 也不要指望太多 因为呢 他都自身难保 所以对于所有船只的动态 我们都要掌握 这就不是单一的什么 避让事件 这是一个连续的避让动作 所以呢 我们要对碰撞的原理呢 充分的掌握 才能够安然的度过 好 那据老船长讲的话呢 跑了24年船不出事 不能保证呢 第25年不出事 各位大哥呢 以后都是75岁 才能退休 那想象一下呢 你25岁出社会 到50岁撞船 那你还有25年呢 要饿肚子 所以呢 以前的人可以混 你不能混 因为呢 你的命比较苦 人家呢 跑一年就更买一栋房子 你可能呢 跑10年才可以买一栋 而且呢 还比人家小很多 好 我们看呢 不管任何原因 就是到第三阶段 差不多是 近岸航行 所以呢 你要采取最佳避免碰撞的行动 第7项 如果在横跃的时候呢 也就是前面我们看的那条船呢 在横跃航道 那本轮呢 如果要采取避碰行动呢 应该怎么样 情况可能的时候 避免向左边转向 当然呢 这个我们要不要向左边转向 取决于谁 取决于这一条横跃船的决心 他是不是 铁的心要往前走 事实上呢 对一条横跃的船只来讲 如果他要向我们 让路给本船的话 他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要停车 在那边等待 那他不可能呢 在河道里面来个什么 90度的大转弯 那向我们本船的船尾通过 他要让过我们的船尾 他还要在90度的转弯 转回什么 原来的航向 对他来讲呢 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只要看横跃船没有减速 直直的往前开 那这个时候呢 应该就是什么 他要拼命横跃航向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我们应该捡点车 让他先过 那飞到万不得已呢 不要向左转向 除非他已经过到了 河道的一半 或者是呢 河道经过了三分之一 剩下就是他停车 也是会横在 河道的中间 这时候我们有把握 才向左边走 没有把握呢 就是检车 让他先过 前面呢 我们把这个 高级班的避碰呢 已经整理过一遍 那现在呢 我们看看这个 进阶绿碰第六章的主题 超船的艺术跟技术 那我们呢 讲这么多 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我们的金箍棒 也就是呢 我们看到雷达画面 圆圈中间 这一条不是别人 就是本船 那我们呢 船头现在指的是 225度 可怜呢 这条船本来的航向是090 已经转了180度又超过了 就是呢 在原地大转向 会引起什么样的危机呢 碰撞危机 跟我们呢 现在画面看到 左上方两条 红色的金箍棒的 船只呢 一样 那这个呢 就是可能碰撞的船只 那当然呢 这个金箍棒的叛读 是在雷达瞭望的部分里面 那现在这条呢 金箍棒可能是三分钟的 那也就是三分钟的速度向量 代表呢 本轮的航向航速 那这条金箍棒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指到哪 打到哪 如果呢 金箍棒跟别人的金箍棒呢 有打交叉 那就是有碰撞危机 那如果没有跟别的船的金箍棒呢 相接触 就是没有碰撞危机 那这个棒子呢 在我们转向的时候 会左边甩 右边甩 那现在这条船呢 就是从090甩到225 那中间呢 已经撞过一条船了 现在呢 如果再去跟别的棒子打交叉 那就很可能呢 再发生第二次的碰撞 那这根棍子呢 代表我们的航速 所以呢 我们的棒子越长 跟别人交叉的机会就越多 那这个就是呢 没有安全的速度 那我们转向的角度越大 那跟别人的碰撞危机就越多 那我们除了控制自己的金箍棒 也要控制船只前往的区域 那任何时候的转向呢 都要精确的控制 本轮的回转速度 那这个呢 各位要到进阶必碰船长工会连载的船长记刊里面呢 去仔细研究一下 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